哈囉 大家好 歡迎到YA Diary 久違的戶外館 我們今天呢 是要到大稻城的自景一門市 和我的文具控朋友們 一起來共度一個 文青市的下午茶天 那我非常期待喔 帶各位去看一下 我們走吧 我們今天呢 是要來到一個可以享受 文青下午茶的幾招在專賣店 那既然說你要享受一個下午茶嘛 就一定要我的夥伴們啦 是不是 那我們就一起 跟我的朋友出來囉 什麼東西 我們邀請到Tracy還有Zoe 那我們就開始吧 自己印的大道城殿 位於台北市的延平北路二段 在這個空間 應該不難發現到 它有著濃厚的復古風情吧 這是因為呢 這一棟建物 它是在日治時期 1915年建造的 當時這裡是大道城的主要幹道 太平丁本通 在那個年代 是重要的商業貿易區 那這兩戶呢 原本分別是智靴店和金鋪 經過時代更迭 店家也幾經變革 成為現在大家所看到的 自己印的據點之一 有個特別的地方啊 是因為這兩棟建築 被登陸為台北市的歷史建築 所以門口不能掛招牌 要維持老樣子 也因此啊 營造出了一種低調的神秘感 所以在這裡呢 可以看到紙膠袋 所帶來的新鮮創意 和農後懷就行 所碰撞出來的火花 我們走進店內的一樓 這裡展售的商品 全部是自己印 還有創作者一起做的紙膠袋 當然還有其他的相關文創桌邊啦 這個小小的展示空間 中間擺了一張長桌和小盒子櫃子 旁邊再放幾個比較大型的展示櫃 就足夠讓人陷入到選擇障礙裡面啦 特別說一下喔 這邊有空白的描圖紙 然後來畫圖或是蓋印章 再使用的話是非常百搭喔 強力建議人人都應該要試用 好的好的 這邊是ZOE的錄影現場LIFE 一樓現場的紙膠袋商品啊 大部分都會有貼好的展示品 或者是會用橡皮圈來稍微固定紙膠袋 方便大家看完整版的循環喔 那如果你在現場找不到展示品 是哪一卷紙膠袋的話呢 你可以問一下店員喔 保證是一秒到位 好我們看完這個方正的格局之後呢 要來到另外一個放鬆的場所啦 我們穿越這一道門之後 是一個我很喜歡的小樓梯 轉過來看這邊的黃色小燈 是不是很有情調呢 我覺得大家可以在這裡 幫手帳或書本拍一張網美照 感覺整個氛圍可以提升不少 繼續跟著我們的步伐走到二樓 我很喜歡這一道 帶有一點歲月感的樓梯 旁邊搭配著植栽 有一種寧靜的氣質 二樓這個場域呢 相對來說寬廣一點點 這層樓主要是創作者寄售的商品 各位看一下 陽光灑落在這些木頭柜上 一種歲月靜好的安逸感 讓身心靈都是暖洋洋的 店員說啊 這些木柜都是老闆特別挑選 而且有精心配置過的 和整個老屋的氣氛搭配起來相當的和諧 那我們接下來就繞場一波 先來看到這邊 這裡呢有虎爺時期中的書刊 小貼紙 15的印章 只要帶貼紙 這邊還有6格是喵發的系列作品喔 這邊的櫃子區呢 有一個品牌是叫做Keyoko Studio 是我比較少見的品牌 筆觸很細膩 風格有點復古 除了指膠帶的呈現之外呢 還有明信片組喔 我們看一下這些商品啊 這化工真的是細膩這集啊 接下來是我們的今天special重點啦 在影片開頭有說過 今天是要來一場充滿文藝風情的下午茶時間 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後面這片場域啊 可以讓各位自在悠閒的當一個文藝青年 而且呢這個門是有限定的拼貼套組活動 所以啊我們就向店員選擇這個299元拼貼套組 你就可以用優惠的價格品嘗到一杯茶 還可以拿到兩張紙卡 再從這些小抽屜裡面認識20張 像是妹子啊風景或打底配色 還有蚊子內容的小貼紙門 我們坐到座位區 就直接開始拼貼之旅啦 如果你怕即興的拼貼不夠美麗的話 現場還有樣品的示範哦 不過呢大家不用害羞啦 因為審美的本身呢就是很主觀的事情 所以不用擔心別人的眼光 只要有願意嘗試的心意 就算是第一次接觸到紙膠袋和拼貼世界 也很有機會可以貼出滿意的好作品 那我們在拼貼同時呢 每個星期這邊還會有不同的甜點蛋糕可以購買 還有比這裡更讓文具捧捧們興奮的下午茶好去住嗎 在和我的朋友們邊拍影片邊去點心同時 我們用現場的小貼紙 個別完成幾張作品囉 來給各位看一下我的部分 噠噠 噠噠 我今天看到這個概念就是 他們是姐妹卡 他一定要是姐妹兩個人 所以我就用了一紅衣服 然後剛好衣服也是粉紅色 然後這個就是藍紫色 所以他這個就是藍紫色的這樣子 搭配 這樣色系一致 相當的主題性了 對好結束 然後我們全部都對稱 你看他這個花其實是一張 我把它併在一起 所以它其實是同一朵 這其實是同一個素材 就想說剛好有紅油紙切 省 超省的 省一張 如此療癒又放鬆的空間 強烈推薦給每一位文具人 一起在這個老建築裡面 留下屬於你的足跡吧 我們今天是要到一個 充滿了文藝氣息的下午茶餐 我今天是要到一個 可以享用到文青下午茶的 紙招帶專賣店來度過我的今天 然後我會跟我的兩個朋友好 好 我想一下 然後我要再演 我的兩位文具寇好朋友 欸 妳可以讓我 這個熱紅會被人拿紅的 可以 她可以 她可以 她會用 她會用 可以喔 那我分很多不同段 這是一段 可以和好朋友們一起選購紙膠帶 還可以在復古風情的老房子裡面 一起拼貼吃點心 真的是忙碌的生活當中 一件療癒心靈的美好事物 感受充實的紙膠帶文藝之旅 如果沒有任何問題或意見的話 都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